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各种不同的方式 参与在宣教的服饰当中 从1867年 在南部的宣教师 李宗牧师 与伊莱莎牧师娘 就发起设立女学校的构想 1872年 北部马街的宣教开拓 妇女阿塔嫂 也扮演中药的角色 促成马街在五谷坑 设立第一间教会 1880年2月 伊莱莎成为英国女宣道会 派任在台湾的第一位女宣教师 积极从事妇女宣教工作 1884年 由女学堂培育宣道妇 在教会教导白话字 主日学 读圣经 和关怀妇女的工作 当时女宣教师来到台湾 有的设立女学校 并从事教育工作 有的从事医疗传道 到1905年之后 大批单身女宣教师 及宣教师夫人 来台参与宣教工作 和本地的宣道妇一起合作 在教会的教育 以及关怀的事工 1922年 妇女开始组织女宣道会 汇集教会妇女的资源 扩大服饰的层面 在教育 传道 服务 都可以看见 妇女殷勤服饰的身影 我生日将近五十年 我有看到教会历史记录 教会妇女十年 也已经有100年 过去的苦务 我们勇敢 会应上帝好专 无论在教会 跟主日厄 受害去 开脱教会 贴助教会无用 或是探访关怀 在各方的思考 也都真心真烈 在思考 有很多多为主 有很重要的苦务 他们老了 很漂亮 很漂亮的信用 麻烦 让我们可以 对着他们的胎肉 来尽力为主最感 我求兄弟 让我们可以 一代一代团下去 来利益人 应更主 感谢兄弟 阿们 阿们 1959年 南北女宣道会正式合一 成立女宣道处 归属在总会 1960年开始 举办全台的妇女人才训练 临修 出版女宣杂志 以及对外参与 普世教会组织等等 整体性的事工 目前妇女事工 分为五大面向 一 灵性行程 透过灵修营 祈祷运动 世界功劳日礼带 查经营 培养妇女灵命成长 二 人才训练 培养妇女 具有洞察时代的眼光 与领导力 三 网络及文字事工 为妇女参与上帝国宣教 留下历史记录 四 社会关怀事工 反性别暴力 关怀教会内外 弱势之体的需要 五 普世关系事工 分为国内参与 NCCT妇女小组 台湾防暴联盟 亚洲妇女资源中心 同时也参与 普世教会妇女组织 为普世合一的关系 以及建立互助伙伴关系 尽一份心力 在长期参与 自己教会 中会 其总会妇女各项事工的当中 每次我都有不同的学习 除了信仰的造就外 也扩大我们的视野 了解到当代社会 需要关心的各项议题 感动我们去服事有需要的人 也看见上帝 新起父女 赏赐给父女各样的恩赐 能够和弟兄在教会 社会一起服事 共同成为上帝 与我们同在的见证 2022年 是妇女事工百周年纪念 我们以妇女事工百周年 再创新亮点为自我期许 在过去 妇女服事丰富的基础上 寻回初心 重新立志 迈向信仰生命的新亮点 我们赛新 上帝 让人有尊严 灾灵 以及中途 来有分 在他的創作 有这人 跟他三个 来管理这个世界 今年 我们建造福利 数天 八十年 未来 我们会继续 投入 在上帝国 的这个专告 无论是团好人 教育的思考 服务 以及社会公益 生态的防御 好人 跟文化丁丁 管上帝 大大兴趣 他所建设的机会 应真实 来见白 应疼 来博士 最会兴趣 我跟 好上帝的娘 大大 在这一年 中间 每一切心 想结醒 路上有你 也有我 天生 你 一个 为何 有知悔 有勇气 为有 中间 每一切心 想结醒 路上 有你 也有我 天生 你 也有我 为何 要知悔 也有 勇气 为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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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